近在生命电视台 以下财守菩萨就答了 是财守菩萨以颂答约 大家看佛的教导 祖师的解释 这问题还没说呢 前头一定先把大意说一说 财守菩萨怎么答呀 财守菩萨答的意 完了再看财守菩萨说的 那么这一下有注解的意思呢 就是注释 那不代表佛意的 大家看一个经 完了看一个经的注解 那个不是代表佛意的 但是不违背佛意 代表解释那个主释 咱们叫主释也可以 叫法师也可以 他对这部经 他研究过了 他把他的看法 他把他的理解说出来 你可以信 你可以信 照他理解 你可以不信 因为他给你解说一下子 比那个原说的要清楚 你能进入 帮助你进入 理解佛的 所说经的含义 这叫大义 这叫大义 大义 佛见众生本来是空的 但是不是断灭的 不是断灭的空 因为不防奈佛地 随缘教化众生 就是说 住法空无我 住法空的没有我 那你随报 随报受众 随缘受众 执着为我 加个执着 无我之中产生我 佛 知道众生 他不能知道自己是真空 不能知道 受众众苦 说 说 佛以大悲心 随着众生的根基 来教化他 曾有这样记得 说 随着取住相 颠倒不入食 就是他 他怎么样想的 他就取一相 知住一些相 这就颠倒 不入食 就是不能知道真空 那佛就给他教化 教什么 教空的含义 在教化的时候 不离他当时的现实 佛教和我们 跟我讲的一些戒律 没有一样说是空的 大家学戒律 非常现实 一举一动 一言一作 都是现实的 没跟你说空的 但是教化你 告诉你 你那个不顺真 不顺空 必须把它纠正过来 要顺空意 佛说一切法的有法 不义众生空 跟空不义 不相乖伪的 跟空不乖伪的 佛说的寂寞乐 跟众生的苦 苦跟乐 不相伪的 但是有些个意 靠着思索 一空过 而建立一些众生界 建立一些众生界 而众生界 都是不实的 还都是空的 所以说法身 这每人都具足 在你流道 论造轮回的时候 那叫众生了 法身本身没有 但那流转六道的时候 法身就即是众生神 法身就是众生神 那众生神即是法身 佛成就法身了 见到法身了 他明白 但是众生不明白 他想一切众生也明白 这样就叫众生 那这样理解 法身即是众生 众生即是法身 佛也即是众生 众生即是佛 所以说平等 平等是在个理上讲平等的 道理是一个 理是一个 名词啊 随业啊 可又不是一个了 无穷无尽了 这种道理呢 众生是不理解 众生理解了 众生就不会流转了 为什么金刚经上说 佛跟徐伯提说 说你看我化度众生吗 有众生可度吗 如果你要这样看法呢 就是错了的 无神可度 佛说众生 极非众生 使命众生 说理啊 横不义是 理跟四不两样 但是有时候 说理 单说理的时候 单说理法界 单说理法界 不假四的时候 那就是理跟四不合合了 那现在我们 众生 不明理 不明理就不明真空 也不明白法相 感到你明理了 明的法相了 你这个假明 也不要去坏它 它自己都变成真理了 所以佛化众生 就没有众生可度 无化而化 化即无化 化到众生 就没化到众生 你如果把佛化到众生 因为真实了 是错误的 就这样告诉你 化即无化 那众生不明了啊 它苦难呢 它把假的当成真的 如果咱把苦 硬是苦剃了 硬是苦剃了 硬是真理了 你没有受苦的观念了 那是智慧 不是害麻风病 也害麻风病啊 神经死了 系统死了 你看那病人啊 植物人呢 现在说植物人呢 它神经系统没有了 它可还活着 那这理没有了 就是这样 咱们拿这个来比喻 比一众上不明理 经常的过去有这么俗话 说这个人呢 什么事也没有做 什么也不懂 行私走肉 一堆肉在那走 是尸体在那动 就行私走肉 就骂人的 说这个人呢 简直是没用 是个废物 就是一个行私走肉 行动的行 私体的私 走呢 行走的走 是肉 这一堆肉 没说骨头啊 包裹在里头了 骨头肉跟相连的 行私走肉 说他不动脑筋 像这一堆 这是行动词 所以 佛菩萨的大悲 必须得记住大字 众生没有的 佛的大悲 不是这么苦苦啼啼 也不是这灵敏心 不是这个意思 大悲叫无悲 加个大 这个悲啊 是从体上而起的 体是空的 因为空 才叫大 因为大 才普遍 让一切的众生 都恢复 本来面目 发神 说你 在有的时候 就在你右体当中 不防难的去观空 你观空才能入理 入理了 而不防难的运用 大悲的学教化 这反复的这样思维 能令一切众上 都误得法身 都误得真空 去这个理 观空的是不耐有 有何照样成立的 不坏思想 所以我们也到 思想当中去 也到人众当中去 但是我们不到那去了 我们该干什么 做什么 做完了就走了 所以我们出家人 就这样 不贪恋 不执着 就像 佛 主色 经常说的比喻 如果那个蜜蜂 到花里采花的时候 它不坏花的香 也不坏花的味 自取它的味道 就走了 它养成它的磨了 人如果是正道的大德 它也跟人一样的 观念不同 它思想的想法 看问题的看法不同的 这叫空 不耐有 假设你有这个右铁 在你右铁上 你能经常这样修观 这是有啊 有也不耐空 也不耐空 有不耐空的意 假设说你观想成熟了 观想成熟了 就是修成道了 我们古去好多主色 他给我们四线的 叫四凡吧 道际禅寺 大家知道道际禅寺 咱说是祭编嘛 咱最近经常看电视上 唐僧取经嘛 大家都知道吗 唐僧取经嘛 你看他遇见所有那些妖魔鬼怪 就是他的心里的变化 孙悟空就是他的心 大概心那一片都在动 在动 不停地在动 猪八戒就代表预测了 不动就预测 一个智慧跟一个预测对比 那看你怎么看 告诉你了 真真假假 虚虚实实 那你当看戏 看你就看戏吧 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子 所以一切问题 你从事物当上运失 有不耐空 空也不耐有 空有不二 佛是不动真空 而随缘化度一些众生 那当然了 采守菩萨达 也就入世达了 事实上是采守菩萨 以颂答约 此事要祭灭 多问哲警戒 我问人先说 人今